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母中心友 打開門口 開店頭 903美麗華LQ 各位903民聽眾 你在哪裏 如果是尖沙咀附近 就快點過來美麗華商場 因為謝西嘉現在就在地庫那裏 因為我是老闆娘 我開店頭 其實自上星期開始 每個星期六的下午3點到5點 都會有一位903DJ 就來開店頭 用我們的創意去創業 與此同理事做善事 剛才那種聽過小黑 就是我們今天這間店的產品製作人 放下了很多龍貓的產品 還有我西嘉航空Crossover 做了一些Postcard和信封信紙 幫助一些不良於行 我們就幸福可以搭飛機去旅行 但他們未必的 我們今天的收益 就是撥除了一些開支之後 就會全數撥捐給湖康會 所有的聽眾 即是相機旁邊朋友 或者現場比利華的朋友 可以一間節目完結之後 五點鐘就來買這些龍貓產品 一間店總要有個明星代言人 這樣店的生意才會晶職日上 我們請這個重金禮評 但其實那些金 他都拿去捐給湖康會 很善心的 請這位明星代言人出來 我們先來 周黎琦 小時候夢想打理學校小食部 或者開士多 開得成的話 就叫做周忌士多 之後人大過了 喜歡設計時裝 搞下fashion 但他自覺沒什麼生意頭腦 這麼久以來 最多都是試過和朋友仔 以物易物 一元生意都沒做過 有請今日嘉賓 周黎琦 歡迎Nikki 哈囉 美麗華的 莊錦平的朋友 大家好 哈囉 大家好 各位朋友 來到地庫 見我們這個星級代言人 地牢都不可以 地牢都不可以 怎麼說 一個沒什麼生意頭腦 你自認沒什麼生意頭腦 真的沒什麼 我以為一個美女 小時候總是想開一間時裝店 化妝店店 因為方便自己拿過 為什麼你會開小食店 看你瘦漫漫的樣子 我喜歡吃東西 看不出來 對 看不出來 因為每間學校都會有小食店 小時候我覺得 培活得最多地方 我有小食店 整個放著人家吃東西 也挺好吃 而且做這個生意 好像一個地方 很安全的學校 有指定學生 很多錢出入 我覺得挺好的 還有那個營業時間不長 小食就只有15分鐘 對 最多一個小時 對 然後可以收工 對 小時候看到你多難 很鹹 對 如果你真的開了整間店 當日那間學校 什麼食物最吸引你 搞到你 我也要開 小時候 我那間學校就有一些麵食 嗯 即是早餐 午餐 都會有一些公仔麵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很喜歡吃 其實是焗出來的 但在家裡就不會焗的 喂 是不是今天學校都會用那隻 不是這樣 即是塑膠有不同的 有蓋 有蓋 加一條腸 加一隻蛋 對 其實那些麵呢 因為我看見那些阿嬸 即是小食部的那些 那些 嘗別人 即是來那間就周忌 對 我不想到時候阿嬸先做 我想下山生做 哪有這麼慢 還有那時候覺得 為什麼一定要小食部的人 還是阿叔阿嬸 年輕人為什麼不行 我想打破這個關 結果打破不了 我們看到那些孝哥阿叔阿嬸 當年如果你加入 就是小朋友 一定是最漂亮的 一定是 較長一點 都是大了才行 即是過了小食 他們就把麵放在碗裡 一買就倒水進去 你會幾條腸 我記得一條魚蛋 沒錯 那我連魚蛋就這樣 所以就放下去 但是如果一買不完 我看到他們就放在那裡了 明天才再倒一些新鮮的位置進去 我們都不來 覺得好吃 其實他有吃很多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可能吃得多好東西 小時候都覺得很好吃 我最記得 不知道你們學校有沒有 就是那個電飯煲 還有一個電飯煲 一盒水 你要幾條腸 又在電飯煲那盒水裡拿出來 你要幾條腸蛋 又在那裡拿出來 你小時候想做這件事 有沒有想過背後的原因 除了因為終於是沒有 小時候為什麼想到這麼深層次 只是覺得表面挺好的 家士多 然後又有一些 全部都是家人 因為通常都是家人 有些什麼三嬸 六叔 會這樣一起打你的生意 偶爾是有個年輕一點的男生 對 讀其他學校的 那一陣子就零食多人幫忙 我沒有試過 所以我自己那時候就有這樣的方法 現在就大了 又見世面多了 如果再想把你的童年放上來做 你覺得會加些什麼創意去做 你這家周記士多 有東西賣 以前也有的 所以 有 不是食物 就是意外 因為那時候我試過 有些士多是有些梅具 小朋友有些很 比如吹波膠 吹波膠 吹波膠 那些 如果你問我 我會有些美容產品 我會玩 我會玩 這個咖喱玉蛋會熱氣 然後補回這個面霜 這個面霜 就會燉回文化 所以我其實一定是做那些 意物意物 或者二手手袋 那些派人撻 二手不行 二手現在不行 有人做錯了 我要做一手 還有入一些 我覺得 令到你可以改頭換面 但又不需要太多金錢 我們就用一間小食譜 或者士多仔 來加一些創意 或者我們吃完魚蛋 或者吃完一些麵 是要幫你敷發口面霜 這個比較好一點 隨此以外 你覺得盤面裝修 或者就在一間學校 要不需要找一個代言人 例如是籃球隊的隊長 其中一個代言人 這樣 我們現在天馬可這樣做 你問我現在這個時刻 是啊 真的是你搞的 差自己 那你就要做一些school tour 日日很辛苦 我沒可能再做莫錢 我想啊 代言人 我沒想過 其實學校的時候 可能三位DJ 全部都一人一人 但你又來 可能節目 Live組 就是現在小食譜 對 三位一千元 可以過來買 然後找個新美小二 你啊 不是還打 然後過來學班 真是幸好你搞不成 看小食譜 不如吃完的東西 這個就是你兒時的夢想 現在我們真的可以了 我們剛才也提過 連續八個禮拜 在美麗華商場 這裡就有一間店 那現在我已經在 我請了你來 當然想你幫我 高高一點生意 幫我做代言人 那這裡呢 你見到有很多童真 在這裡 因為在時刻 擺下了很多公仔 還有你手上 剛才他也送給你的 就是一張post card來的 充滿著背後意義的 因為很多朋友去不了旅行 那我們就把我們見到的東西 寫下來給他 那如果要你幫我 想一條宣傳策 我想多些人下來 幫我做善事 那你會怎樣幫我 這間店呢 可以做多些善事 為什麼 我覺得 首先我覺得做善事 一定要講心 有心呢 無論你出錢 有沒有出來 都已經是OK的 那我覺得 我會呼籲就是 你想不想漂亮 真的 相由心生的 很萬事萬力 那如果你能夠 有一個善心的話 你一定要 一定會表露出來 你在臉上 已經表露到你的美麗 不是一定要全面膜 都會很漂亮 你不想全面膜 你做善事 或者你會這樣 一躺過來 你有沒有去過那些 連鎖店的化妝品店 那些姐姐姐 一直說 嘩 你的臉好 很多粒粒 還是沒有 真的 你的眉又有事 真的被他踩到地底能 很醜 我說了 我演變一下你剛才的宣傳策 有一個人躺過來 嘩 你今天這麼醜 你還沒做善事 然後你做一做 明天包你的功 沒錯 剛才這就是我們的理念 現在我當給你10秒 是空時間 以下的10秒 就當完 宣傳這家龍貓花園 謝西家的龍貓花園 就是賣帽子卡 捐給福康會 10秒時間 用來的方法 或者用來的歌聲 為什麼要呼籲 為什麼要呼籲 這樣用聲音就可以了 哈哈 因為心機放給人家 看不到 只是剛才你那些Wordings 但是你知道我們錄廣告 甚至你拍戲的時候都會 你要幫我一些 沒什麼生氣不好的人 撈聲就可以了 我們給你一首歌的時間 一首歌就好 一首歌的時間 謝謝 謝謝